这是兵建庭 是西安事变时张学良和杨虎城抓获蒋介石的地方 1936年12月12日凌晨4点 张、杨带兵包围华清池 在此处抓获了以游山玩水为名 池则是布置大规模搅供活动的蒋介石夫妇 以建庭指国共内战 一致抗日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这座高4米 宽2.5米的石庭 鉴于1946年3月 由湖中南发起 黄埔军校七分校全体四官募捐而成 名曰正气庭 解放后该庭更名为桌奖庭 1986年12月在纪念西安事变50周年前夕 再次移民为兵建庭